歌手王正亮的新专辑抓住11月的尾巴终于发行了 30号王正亮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故事导与大家见面 当天还是王正亮的生日 于是庆生会和新专辑发布会就合着办了 不去不知道啊 王正亮这人缘真的好 黄雅丽 常诗磊 曲颖 魏雪曼等等等等 一大票人过来撑场子 不光老东家同门歌手 潘晨 刘美玲到场助阵 张亮颖和老板冯克这对CP也是第一次合体亮相 大伙真是帮亮哥撑足了场面啊 不过小姑在众位嘉宾中扫了一大圈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怎么没见你老婆呀 今天夫人因为她在调养身体嘛 然后可能这几年人还有一些感冒人身体 可是不是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是想到这些人可能比较多 就让她在家里稍微休息一下 调养身体 闲户只听说过被孕的时候才会调养身体 难道亮哥这是计划这好事吗 调养身体就是还正在准备阶段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希望她身体比较就是生病啊 这些的对对对 因为北京最近大家也知道雾霾比较多 然后需要常常去待在家里啊 那种东西 业乎全一乐北京报道 歌手王正亮的新专辑 抓住11月的尾巴终于发行了 30号王正亮带着自己的新专辑 故事岛与大家见面 当天还是王正亮的生日 于是庆生会和新专辑发布会就合着办了 不去不知道啊 王正亮这人缘真的好 黄雅丽 常诗磊 曲颖 魏雪曼等等等等 一大票人过来撑场子 不光老东家同门歌手 潘晨 刘美琳到场助阵 张亮影和老板冯克这对CP 也是第一次合体亮相 大伙真是帮亮哥撑足了场面啊 不过小姑在众位嘉宾中扫了一大圈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怎么没见你老婆呀 今天夫人因为她在调养身体嘛 然后可能这几年 她又会感冒人身体 可是不是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是想了 今天人可能比较多 就让她在家里稍微休息一下 调养身体 闲户只听说过 被孕的时候才会调养身体 难道亮哥这是计划 这好事吗 调养身体就是 正在准备阶段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希望她身体不要就是生病啊 这些的对对对 因为北京最近大家也知道雾霾比较多 然后需要常常去待在家里啊 那种的对 业乎全一乐 北京报道